我們那個修正的那個一樣的 我覺得這個要謹慎去處理 第一個 我是認為 轉型正義 它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和解跟包容 不是清算跟鬥爭 今天如果蔡英文 5月20號要就任 他今天馬上要在立法院 交代民進黨的黨團 要成立一個轉型正義委員會 然後呢 總統府要設立一個和解真相 調查委員會 那我對這個新的政府 我是不抱以任何期望 我希望我們朝野兩黨 把這個仇恨 趕快放下來 否則的話真的是奄奄相貌 一以虎底 我相信我們國民黨是有這種責任 要做一個忠誠的反對黨 今天民進黨 為什麼要那麼急呢 這個我們前天 副議沒有通過 馬上就來排了 所以我是建議了 再過一個月 520 蔡英文要就任 我希望他的轉型正義的內容要講清楚 首先 今天本席是非常的遺憾 這個轉型正義呢 我只有看到民進黨對國民黨的一個轉型不正義 要跟國民黨討那個不正當的黨產 要清算 要鬥爭 還有司法的追究 你想想看 你到以色列 到斯拉夫 到斯拉夫到哪裡 人家就設一個國家人權什麼紀念碑 把這個仇恨放下來 把這個歷史教訓記起來 但是不是說我還要再開什麼 司法是一個鬥爭的 清算鬥爭 這個我們國家真的是 沒有就要 那再其次呢 這個轉型正義啊 我沒有看到 顏住民的轉型正義 昨天我在經濟委員會 民進黨又要把這個顏住民獵人的打獵的這個要收回來 要黨團協商 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國民黨還有民進黨時代力量